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等于是客制化的GPT 那现在他把它叫做GPTS 很多的GPT的意思 各式各样的GPT 那这个GPT呢 他们翻译成中文叫做GPT机器人 就是比较科技感的人 就是学那个电脑的人 把它叫做GPT机器人 然后不是学电脑的人 把它叫做GPT助理 所以以后啊 你看到这三个字 机器人 不一定是真的机器人 然后你看到GPTS 或者看到助理 这三个字讲的就是这个东西 那所以你就看到那个演习啊 什么创建GPT机器人 你就不要害怕啊 就去参加 你会听得懂 你不要以为啊 那个是做那个会动的 有马斯鲁基马达的那种 机器人不是那个东西 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他讲的是同样一个东西 所以不要 不要觉得那个看到机器人就到台 看到写程式就绘画 这个有时候看情况 看情况 要先真正的去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 好那现在这个GPTS的时代来了 就是自从GPT4O发表之后 然后他也顺便跟各位公告说 在GPT里面 他可以让你开始免费 免费的人可以开始用别人做好的 有角色卡的GPTS 那这样子就会有很大的可能性 因为原来你在用GPT的时候 你可能不是那么会用 你不是那么会问 你的Prompt没有很专业 那你总是要问很久才会得到你的答案 但现在有人帮你做了 那个某个领域的专用的机器人 所以你只要你要问哪个领域的东西 你就找到那个领域的机器人去问 那他大部分就会很容易 趋近你要的东西 好那比如说 这个TutorMe 这个好像是那个 那个什么学院 这个克海学院 他们创建的这个GPTS 那所以里面会有很多 他很容易应付教学的 教学相关的事情 那也有那种什么 女朋友的序 赫还是序 就是那个日本人很多男生都不结婚 因为他负担不起那个养家的部分 很可怜 那女朋友老办 没有女朋友 没有女朋友 物质上他们就去买机器人自己处理 然后那个精神上呢 就在这边找女朋友 这个可以陪你聊天的女朋友 然后因为他角色设定 是一个很温柔的女朋友 所以他讲话就会比较甜一点 所以 你感情上有需求的 也可以找这种 然后什么咖啡的小助手 学习AI的 或是专门看影片的 然后帮你做种 也这种各式各样的都有 因为他只要是付费的使用者 都能自己做 免费的人都可以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怎么用 那请你呢 一样打开你的ChairGPT 你用Google去到ChairGPT的网站 然后一样登陆 登陆 好,登陆你的ChairGPT 好,这个是免费的 我这个账号是免费的 跟各位一样 好,那 那 现在这里注意看这里 这个地方 左边这里 左边这里 有一个探索GPT 以前没有 新的 所以你点进来之后 点进来之后呢 他会进到这个 有点像 有点像那个Web商店 那个应用程式商店 对不对 然后下面会有一堆GPT 这都是 别人客制化的 角色的GPT 好,那所以 你可以在这边 直接搜寻 你想要哪一类的GPT 好,比如说 那他也会有一些 精选跟建议 然后这边 会有简单的分类 好,没关系 我们可以自己 自己找 比如说,我这个年纪大了 可能开始对那个哲学 产生兴趣 对不对 那我想 可不可以 以前 如果你要读 老子的思想 你要去买道德金 对不对 现在不用 所以难怪书店都会倒掉 那我就在这边找老子 可不可以 有人做老子的GPT 所以有人做马斯克的GPT 所以如果你想 用 如果你想跟马斯克对谈 你不用一定要认识他本人 你知道吗 你就可以去找老子 孙子 老子 然后找的时候呢 你稍微看一下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是有人去用了之后的 觉得不错了 他就会按照 所以那个数字越大的 可能就是越多人用 所以你点进去看 应该就 就比较没问题 那个数字很少的 大概就是自己先做自己测试而已 比如说这个 这个有三百个人按赞 那我就点进来 他跟你说 这个是老子 这个人是老子 他用老子的角色去训练这个GPT 那怎么训练 不外乎就是把老子的著作 道德金什么东西 把他丢进去 或者讲一些老子思想的一些网站 把他丢进去 就这样子而已 他就可以做出这样一个角色 等一下我们带各位 简单的测试一下 好 他做了一个这样的GPT 那你要用呢 就直接按开始交谈 开始交谈 然后就直接问他说 直接问他你想问的东西 请问什么是无为 他就开始用老子的角度跟你解释这件事 好 那每个人训练的角色的内容不一样 跟回应的格式不一样 所以像这个就有点错乱对不对 没有关系 他没有讲白话 他没有讲白话 对不对 请你用白话解释一下 有了 无为就是不强求 不用过度干涉事物的方式 让他自然的运行 但是并非什么都不做 而是顺应自然 就是符合到的才做 不符合到的不要强求 所以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更好的使用GBT 所以有些小朋友如果是 如果你要让小朋友教学写作文 对不对 那以前你要训练他GBT怎么用 教了半天他也不会问对不对 那你现在可以怎样 探索GBT 直接写作文 作文教学 好你看 这个小作文助手啊 10K耶 有一万人在用 所以雅思作文评分啊 作文小帮手啊 你就找一个你喜欢的进去试试看 如果觉得不行你就换下一个 找到一个你满意的就可以 稍微练一下 然后就可以给学人去用 好 所以你就点进去看 这个还模仿 他会跟你讲那个特色 他这个是模仿懂语辉的风格 来教你写作 所以你还可以训练他是某个人的风格的部分 所以你就稍微看一下 那你也可以自己做 那自己做是付费的部分 那我们随便找一个 就随便就第一个 我想写作文 我不会写 能不能教我怎么写作文 随便你问 随便你问 然后他就会跟你讲 你要先确定主题 你要劣提纲 开头要吸引人 他就把你重点都讲完了 好 那你讲的那么多 你还是不会对不对 好怎么办呢 好 那 比如说 开头吸引人这件事 你不知道怎么开始 那就跟他说 我想要写一篇我的妈妈的作文 但是在开头 我不知道要如何吸引人 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吗 这免费版 免费版就给你试一下玩一下而已 所以他会 然后他就是 某个时间会 就是 他很忙的时候 大家都在用他的时候 你的扣打就会比较少 所以他跟你说 请你试点以后再试 所以你的免费的扣打就会用完了 对不对 好 那 所以这个叫做GBDS 所以你可以换个问问看 换个账号问问看 那所以你从探索GBDS这边进来 请各位可以去试一下 我们给各位一点点时间 然后请你就 你的领域 就你的领域 你想用的 想测试的领域 你去找一个GBDS 你去找一个角色卡 做好角色的GBDS 然后你去随便试问看看 看感觉如何 然后我刚刚呢 我刚刚在讯息列 我有贴 两个机器人对不对 那两个也可以问 一个是精品咖啡豆 一个是 一个是那个 采购法的 采购法的道师 再贴一次 所以你就会 你稍微用一下 你就会觉得 真的好像 开始有点满吸引很难 那我就可以有很多专业的助理 对不对 我可以有很多专业助理 那所以假设我是一个班级导师 那我可不可以跟 总务处要两台这个 废弃的不用的电脑 那个已经 只要能上网就好 我就挂 挂这个 比如说这个作文 我就挂这一个GDS 写作文的助手 我就把它放在教室的某个角落 给它挂牌子 这里就是作文学习角 有一个专家在这里 随时为你服务 你就可以这样的处理 这样的处理方式 那你说 秋老师 那你刚刚 睡一下子就 就没有额度了 对不对 对啊 就是这样子 因为免费就是 有这个问题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明天会讲到自驾GDP 就没有使用限制 所以明天会讲这个 然后在这边怎么办呢 不然你就付费啊 所以如果你一直用线上的 就会有这个额度的问题 就会有额度的问题 所以很多老师 就会去申请了很多电子邮件信箱 这个扣档没了 好没关系 那我就换一个 换一个这个电子邮件 我再继续用 所以几个邮件这样轮流使用 自己用是还好 如果你要放点学生用的 就麻烦了 对不对 一个老师 一个学生问你一两句 老师扣档没有了 你再帮我登另外一个账号 那你干脆一直守在那边 一直换账号就好 好所以 这时候就会开始想要付费 所以你看这个养套杀更厉害 好各位可以先探索一下 还有哪些GVDS 然后哪些可以帮到你 那基本上他们中文 如果他的那个简介是英文的也没有关系 两种方法 第一个我们刚讲的翻译 对不对 Google翻译 就直接把整页就翻中文 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那个 你要求他讲中文 就是你在问答的时候 你前面就多一句 以下回答都用中文 几乎大部分都可以 除非 除非他们有的 会选用一些特殊的模型 那个模型没有训练中文 那他就会都讲英文 就是不管你怎么叫他讲中文 他还是会跟你讲英文 好那这个中文的问题 明天都可以获得解决 就是自驾 自己驾GVD站的那一个方式 都可以获得解决 好 所以明天的课其实蛮重要的 但是我们只会点到为止 明天只会点到为止 明天主要是讲那个 怎么样把那个东西叫起来 非常简单 但是你家的网路要很顺 不然你就会看我示范 不能自己做 好 好 各位试一下 然后找一下 有没有什么GBDS 是很想用的 很好用的 比如说那个女朋友的 闲来无事 可以跟他聊一下 那个老婆很凶的 就蛮适用的 可以帮你安慰你的心理 或者需要心理辅导 他也有那个 他也有那个心理师 这种辅导的老师 心理辅导员 也有那个法律的 法律的等等 所以 以前我们都要花钱才能找到专家 现在是不用 现在坐在这边 可以直接找到专家来协助 这个叫GBDS 各位先测一下 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